中文字幕 李宗盛 《楊宏盛》 《楊宏盛的工作》 《楊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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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山上做一個醒目的展覽 當時我想做新的作品 后来我突然看到我的工作室挂着 原来我是在92年 从纽约带回来的一张 爱德华威斯登的 沙滩上的一个女人的这一张作品 因为我喜欢她的作品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注重线条的摄影家 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心经 所以我就萌发出把这个作品和我的书法进行一个对话 所以我就写了心经 应该说这是我第一张提出的作品 实际上在这个之前 我在报纸上在画报上也做过这样的作品 因为那个是可以讲是一种叫文本的连接 也是一种对话 比如说过去在材士的阿拉伯的报纸上做书法 它本身具有色彩的呼应 同时它拥有两种书法的一种对话 当然阿拉伯报纸的那个阿拉伯的文字是一种培寸 那么后来我觉得确实在图像上做书法 确实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一般的宣纸作品 最多我们是撒金纸和再是尖纸 但是图像为止的时候 实际上书法它发生了变化 它本身有一种对话 它本身有一种对抗和协调在里面 引演书法实际上就是在暗房里面 直接在巷子上来创作的一个作品 那么因为是巷子的那个 最后它写的部分就可以出来它是白的 其他部分变成黑的 这个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碑铁 碑铁它字是白的边上是黑的 引演书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光 它的一种透明 它的一种变化莫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比宣纸的一种水墨硬化的效果 更加的丰沛更加的神奇 书法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书写性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 毛笔 圈子 水墨 它和西方的刷子不一样 它有中风吃风 它可以表达最丰富细腻的线条变化 所以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 我得出一个体会 我觉得中国书法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它为世界的医院提供了一个 最细腻而富有变化的线条 同时这个线条又存在着作者的情感和精神 就是我们去到博物馆看唐代人的书法 比如说上次在我们浙江美术馆 张区的古诗尸体 宋慧中的草书千文 露油的鲜书手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已经几千年了 但是这些作品 当你跟它凝聚你的时候 当你在观察它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股精神 碰面而来 这些场就是在原来作者的书写信 留下的痕迹 它存在着它的精神 它的情感 所以这就是书法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书写信 就是它不仅是能够存在 作者的一种情感精神和它的学养 同时它是生命的文化 我觉得可能可以用乐器来做个比喻 我们中国人二胡笛子琵琶 它从音乐来表现它比较单纯 西方人的钢琴 它的喉声和接触它就丰富 那我觉得在人体摄影上面的这种书法 或者是演演书法 它增加了一种丰富性 当然在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它必然牵扯到图像书法 我觉得不同的神美眼光 不同的艺术素养的人 它去解脱 它去观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它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方法 应该来说摄影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我还是也是有点喜爱的 然后实际上 这个几年 我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媒介上进行创作 所以后来觉得也可以在巷子上来做一做 在巷子上做书法 它主要确实凭着你的经验 技巧 凭着感觉 所以我称它是盲人书 因为它是很微弱的光线下来写的 近几年我提出了一个大字走世界 现在我把它改了一个字 叫大字写世界 实际上就通过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布务馆 美术馆 或者一种有益的场地 进行现场的一种创作 那么当然这是既是公共空间的艺术 同时有带有行为艺术的成分 这样子就是一个互动 很有益 那么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在比利市皇家美术馆做了一次大字的书写 我记得当我在书写的时候 全场就是非常的近 这个完全被写字的这个氛围 为这个做出来的一种专注感染 到写好之后就是抱一热烈的掌声 那么这个时刻就感觉到 实际上当一个书法家在一个场地写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做了一个机场 这是一个书法的机场 一个艺术的机场 写是书法家写的 实际上是共同完成的 因为大家共同参与了这个机场 这一次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我是第二次书写 最早的一次第一次是在2002年 是当时做了一个中国现代书法展 当时也有我的作品参加 我当时是写的很大的字 写个两次 这一次我是写的书书的心经 268个字 40分钟把它写好 这一张作品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很满意 因为一般在公共的情况下写 有时做在本人没有那么满意 但这一次我觉得很满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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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